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纽约百老汇史上最长寿的音乐志 歌剧魅影 因为不敌疫情重创票房 亏损连连 最终顺告永久停演 未长达35年的演出画下句点 最后一场演出将会落在这个星期天 歌剧魅影打从1988年 在百老汇首演以来就一炮而红 35年来一共累计演出 13733场 故事讲述面貌丑陋 戴着面具的音乐天才绿颖 女高音克里斯汀 以及贵族拉乌尔三人之间的 情爱纠葛 缠绵翡策的爱情被剧 让全球的音乐志迷未知入迷 可即便如此 这个音乐志代表作品 也逃不过疫情的冲击 一度熄灯将近600天 7年10月重新点后 票房依然不佳 每个月亏损百万美元 加上成本庞大 在难以负担持续演出之下 即便不舍 也只能够忍痛和观众说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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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